美国有意在2025年之前 在日本部署国土防御雷达 以追踪飞往美国本土 夏威夷以及关岛等地的 洲际弹道导弹 而如果最终美国的提案 获得了日本政府许可的话 日本将成为美国第一个 进驻海外的国防雷达的国家 并且分享到这个雷达系统 收集到的各种军事情报 根据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美国政府决定将日本 作为追踪敌方导弹的基地 正在就部署大型反导防御雷达 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 美国军方人士透露 美国的国土防御雷达探测机密 不但能尾随洲际弹道飞弹 也能识别导弹弹头 并分析发动引击 美国目前主要使用 陆基中断防御系统 追踪锁地美国本土的弹道飞弹 主要部署在阿拉斯加和加州 然而近年来 部分洲际弹道导弹 有越来越难以追踪的趋势 因此决定在飞弹发射地点附近 部署追踪系统 导致我们的第一个传统 将能分享收集到的各种军事情报 新唐人亚太电视组合报道